聪慧之人仅需三秒就能取下这个流氓星,而那些脑筋不开窍的人,即便给他玩个一年半载的也未必完成。 传闻这是曹操送给张飞的一个一只烧脑玩具,张飞拿到手,倒过了三天三夜,也没有取出来,于是去找到了孔宁,孔宁拿到手,研究了小半天,也没有取出来。 说道,至今能取出这个流氓星的少之又少,那要怎么分开呢? 仔细看,如果你想从这个蛇口这里生拉硬拽,是取不出来的,每个脚都太长了,无论你怎么转动都会被困住。 如果你想大理出奇迹,根本是行不通的,尝试了很多次。 曹操还是低估了他的复杂程度,万万没想到,这个简单的设计真是太烧脑了。 经过两个人的智慧碰撞,终于撞出了火花。 仔细看,这个流氓星上的这个脚,相比其他的脚,你会发现它是与众不同的,相对其他脚来说更短一些。 这是一个陷阚,很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,所以我们就要从这里来解开。 那这个时候,要利用这个脚放在蛇眼前面,不断地尝试,取不出来,我们就去转动流氓星,多转动几次。 只要你不放弃,多坚持一下,这个流氓星就能取出来了。 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智商,而是在于思维认知的不同。 经研究发现,那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,要比同龄孩子聪明很多。 比如,这款智力解构24件套,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,孩子在玩的过程中,无形中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,以及对专注力的培养。 让他们的大脑越玩越聪明,选对玩具,孩子受益终身。